一開始有點模糊 前面一樣起筆 移動 有點弧度先直的 然後再弧度到後面去 起來以後 準備寫橫畫 橫畫是有個斜度的 然後他比他縮進去一點 所以他比他縮進去一點 然後有點斜度 他在轉折的時候 因為有點提按 所以造成有點凸出去的骨頭效果 然後到後面記住 他慢慢移動的時候他會慢慢加粗 然後就利用筆尖筆勢的方向讓他上去 不用去那邊塗塗抹抹 好9 橙 橙 第一個筆畫就斜上去了 這個筆畫斜上去是會搭配 短的然後搭配後面這個右斜勾 然後撇的話是稍微直一點 不要一開始認為撇都是斜的 有點斜沒有想像中斜 然後這個抬上去抬得很斜 然後壓下來非常挺進直的 然後勾的時候 飽滿的勾 那這個字的最大的特色其實是右斜勾 所以右斜勾要清楚從最高斜到最低 然後中間他的盃有點略為殘破 所以那個 粗細上看起來好像太過一致 那是盃殘破的關係 然後到這邊順勢勾起來 那這個有人是說先撇在這裡 我個人習慣是先撇 這個地方 乾淨一點 然後再挑這個鐵鏈帶過去 那通常這裡會點 不過 九成功通常都是撇 好 成 功 功的話 這裡中間是一個直點 還蠻長的還穿透過去 但是還是要收筆 然後這裡感覺是滑下來的 然後還是有收筆 那左邊短右邊長 折 換方向往內勾 然後這下面的口是向中間收緊 向中間折以後 出到細 向中間收緊 好 那兩個口的話 通常下面的口會比較大一點 才能把上面那個字撐起來 下面這個口比較大一點 然後感覺比較扁一點 然後在 粗細上 可能又粗了 一點點 好 到這裏再把字封好 攻 全 全上面撇 帶過來 然後這裡 這個筆畫真的很長 很特別 一般來講不會這麼長 不過他寫長你一定要跟著長 不要幫 古代人改字帖 盡量寫得跟它一致 然後中間這是一個短橫 雖然它有點 殘掉了 但是不能把它寫爛掉了 殘歸殘 寫的色 不能爛掉 那這個泉其實 下面的水 並沒有寫得非常的長 這個水的長度 並不長 因為不長 所以重心 其實它有點偏低 在這個泉字上 重心是偏低的 那這邊通常不碰到這裡 那為什麼不碰到這個字的話呢 通常因為這邊還有一個筆畫 這邊會碰到 如果大家都集中在這裡碰到 這個字就不好看 然後這個鈉後面非常飽滿 可能有一點殘掉的關係 但是至少看起來是飽滿 你就不能寫得太 輕薄 好 全 銘 金步 撇 其實它這個 歐陽型的九層公里全名 寫的其實 某種程度看起來是蠻嚴謹的 那嚴謹就是好聽的 說比較難聽一點 就寫得很嚴肅 感覺在運筆上並沒有太多的那種 起伏跳動 儲雖良就最多了 那它感覺沒有 所以看起來那個筆畫 安定性非常的高 那不只安定而且乾淨 不要把它做得髒兮兮的 那撇 短撇 然後它這個撇倒是有點短 但是它既然有點短 你也不能變長 這個有點短 照理說應該撇長一點 然後這個點啊 感覺是在交叉在這個前面這裡 以前我們撇都撇得很長 然後夾在裡面 點夾在這裡面 可是這個 這個地方不太一樣 然後它這裡就 最 特別的是這裡 進來是直畫 稍微說它應該撇過去的 然後稍微摺一下 摺就是為了 換方向 換角度 然後可以加一點粗隙的 進來 筆畫都有凸出去的感覺 不要把它 寫得剛剛好 通常會凸出去 通常會凸出去 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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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